问题的话是需要 按部整体的细化 我觉得褶皱化的蛮好的 可能是因为下面这里 其实如果是论画褶皱来说 就是单纯画褶皱来说 其实是画的还可以 二次元就是这样画就可以了 二次元画成这样就还蛮不错 现在问题是在于什么呢 就是比方说这一个手环 这叫什么 这个部位就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里包着你的手臂 这个蕾丝 它也是围绕着你的手臂的 是一个圈 但是这个地方 就有点没有按照你的手臂来 你的手臂来画了 所以就会造成一些问题 你这些地方 你也要按照你的手臂这个圆柱体 这个来画 然后这里人体这些就是有一点点 这里有一点点差 那这边的手臂也是 但是这边的你要一定要记住这个圆 呃就是 这个手臂它是这样圆的 对不对 一个圆柱 那这边的话 你应该是要么就是 你这样就是这个角度 这个衣服这个角度可能就不太合理 就按照你这个样子来说 你这个也可能就不太合理 你可能看不到这么多内部 可能这个地方都有点看不到这么多 可能这个地方都有点看不到这么多 对就是 相当于是透视吧 透视问题吧 也相当于是透视问题 然后你这个头发里面这一块 呃 你的头发是正有正版面的吗 不知道你的参考图是什么样子 但是说 如果一个头发来说 如果一个头发来说 你自己想想你的头发 呃就算 他有两个 正反两个颜色 我觉得 是不太可能的 为什么 他是会画里面的头发是另外一个颜色呢 是因为就是说 他 他是想把里面的头发做的有一个空间感 就是说 会透一点 就相当于是怎么说呢 呃 你这光刚好是从后面打过来 对不对 打过来之后呢 那如果正常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光线 这自己是亮面 这里是暗面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地方他就会变成一个透光状态 透光状态 但是你要想 透光是什么 透光 如果你去找那些透光的头片 你就知道 就是应该来说就是纯度会比 比方说你这个 你现在头发是这个颜色吧 这个颜色 那透光 那可能 一个是比较亮 一个就是 比较 比较更加 那个叫什么 饱和度比较高一点 那你可能就要选 选对颜色 对不对 就是后面头发可能是这个颜色 然后呢 到这个地方可能 他不会接受到这个 就怎么说就是这种背光啊 他可能不会这么透就透在这 这一块头发上面 所以 这边头发 按道理来说 应该 应该要保持 保持跟这些头发 这个暗部头发一样才对 然后你要考虑一下 哎 你看如果 因为你看你这里这个结构 后 就这一块头发 就这一块头发 他是一个这种比较厚的圆柱 所以如果他转到这个后面的话 他可能不太会像这边厚的头发一样 这边后面头发一样比较薄 他后面头发可能就是一个这种很薄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就是一个物体薄他才能够透光 如果像这样很厚的话 这个光他就射不过来 所以这边呢可能他就没有那么透光 然后你根据你分析一下这个光从后面来 那可能会不会在这里确实是有一点 你看到这个发烧这里 可能这里薄了那可能有一点 这个头发你这样的话就这样吧 这个头发你这样的话就这样吧 那这边如果光这样过来 那这边呢可能 这边可能就 也是受个光吧 受一个那个 后面来的光 这个具体其实直接这样画 直接之前这样是暗部也 也可以 没什么问题 画还是那个问题就是 方块的问题 就我不知道你学过素描没有 应该学过吧 我觉得你画的蛮好的 应该学过吧 好 就是说暗部来说 我们 要把我们画画是不就是为了把这个脚 对不对 这个脚离我们最近 我们需要把这个脚 让他把我们目的是为了把这个脚呈现在我们面前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画成这样 然后这些外边缘如果跟旁边结合 这个引过去的话 那自然而然我们 我们的聚焦的点就会在这里了 对不对 那这边其实也是一样的 虽然有些 有些画法就是说他这里会加的很多 就你可以理解一下这个就是一个转折 就这个头发从这里受光到这里 然后你经过这个这里是明暗交界线就相当于是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你可以加强一下 这里转折 然后透下来 然后为什么这里大很多大大他会把这里是涂掉涂成一个那个呢 他就相当于是一个发片这里受光 这里是暗部 然后这里又这里又转折进去了 就分成了三个 那发尾的话 他如果是进去的话 那他就是有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阴影吧 这样就会显得就会让你这个这个头发 就这样弯进去 就有这样的效果 而不是说这里这里更黑 懂吗 其实像这个地方 你这个黑的地方 如果你是想的画的透一点的话 你完全可以画 用肤色这种 是吧 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 就看你是想怎么样去表现 但是你要明白就是 如果你是要做一个转折的话 就是那这里可能就是 转折的地方在这里 所以说为什么你这个红色在这里呢 因为也是转折嘛 如果是按照一个一个圆球来说 这样暗部的话 那他在这个地方 他就会有一个饱和度很高的一个 有一个很很高 饱和度很高的一个这个过渡 就所以在这个地方才会有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 嗯 一个是这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行的问题 就是 嗯 我们把这个头看成一个圆球 没错 你这里 画了一个 但是 你这个是没有 你的眉毛在里面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眉骨 他应该是这样 应该 眉骨 他应该不会是这样斜下的 然后 然后 这边我觉得 可能 可能头发少了一点 头发多一点 可能会好看一点 我觉得 然后 你看这个头发 这里应该是这样 弯弯弯 弯过来一点 然后到这个地方 这这个脚 他长在什么地方 你要考虑清楚 那如果是脚 是长在头后面呢 如果头后面的话 你看啊 这个 你看这里是一个球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给你这个球一个中心 然后这边一个中心 那如果一个脚 那这个脚在这里的话 那如果对应过来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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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脚 那可能要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头发 你怎么 你现在头发 你要怎么能绕过这个脚呢 那你要不然就从这里 要不然就是要从更后面一点 要从更后面一点绕 才有可能 就是因为你这个头是圆球嘛 你这头发应该这样这样绕 可能会更好一点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 嗯 你看刚好那这样的话那这 这个 这里是不是就形成了你这个圆球 这光从这边打过来 你这个圆球 这样 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这个 明暗交界 对不对 啊 然后这边 那这个 这个就会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你看 如果一个 这还是还是那个问题嘛 就是一个半圆 你这里受光 那下面这里是不受光 那你这个阴影这边下面这里应该都是阴影 对不对 然后这边过来 那这边基本上都不受光 那应该都是不受光 如果你有有褶皱的话 应该是这个颜色 对不对 但是你看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刚刚就是这个圆球 那你看这个里 这里是不是就完全 就多余出来了一部分 所以说这里肯定就不是这样 这里如果按照透视的话 可能 这个就看不到 就是画的时候我觉得画的时候画的蛮好的就是透视的这些透视问题 就是让画面没有那么突然间影响了画面的美观像你看你这个头这里凸出来那不就显得好像 凸了一块嘛 那其实如果正常的话 可能我觉得你这一块头发 整体 都往里面移一点可能会好一点 各位 对吧 好的 很多都是透视问题 然后这个光线可以再统一一点 既然都做了光线了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 对就是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注意一下这个突突的这个问题 就不好看 然后你看你的光从后面打过来 你想你想你的光从后面打过来 你头这么大 那你这个手可能是不是就 是不是这些 包括这个胸这里 是不是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要全部在阴影里面 对不对 从后面这样光打过来 那这里是一个投影 但是这边也是 因为理论上这个光过来 它只收到这个地方 那这里面可能都是不受光的 那这个想念渐去 咨诺 你的声明 是不是 那么 你在里面 是不是 还 Gel 你 笑 声 嘋 你 但是你的光线是这样设计的嘛 如果你硬是要光前面的话 那你就只能从正面打光 只能是正面打光 那这边就可以亮了 其实光线这种 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只是只不过是 就是暗一点而已 就是你可以做一点假的高光 倒是没有问题 比如说这里你再做一个小高光 对不对 这个小高光暗示一下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我说你也有什么时候 就是暗示一下 对不对 这就是暗示一下 这个小高光暗示一下 对不对 就是光影 既然画了光影 就是还是遵照光影的这个 你看这里应该也是这个吧 感谢观看 然后其实像这里如果太暗了 你觉得这里有点闷 那可以 因为他你就想象吧 这里他透了一点光过来 透了一点光过来 这边加一点点就可以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就是这样 然后我倒是觉得这个背景 我觉得可能女孩子吧 女孩子是女孩子吧 就是我觉得 因为你这个人 你这个主体人啊 就是画的不够鲜艳 如果背景太鲜艳的话 就这个人就有点蹭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还不如让他这个淡一点 那那就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有的女孩子啊 他的审美 他就是喜欢这种 就是喜欢这种 就是怎么说 比较鲜艳的东西 但是如果从美术角度来说 对 就彩度有点太高了 就因为你这个人 本来是一个白衣服 比较比较比较那个 呃 比较素的一个人 然后你背景要是太太那个 怎么说呢 太太艳丽了的话呢 就有点抢这个人物 就凸凸显不出来这个人物 你看啊 把那个 因为背景背景是拿来干嘛 背景就是拿来衬托你的主体人物的 对不对 像呃 然后这边 其实如果他空间过去的话 还可以做一些效果 那可以做一些虚化的效果 让他稍微虚化一点 嗯 嗯 对啊 就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觉得 就我 我现在的习惯是 是喜欢做这一个 你如果是 你自己本人 你不喜欢这样的 塑造方法 前面那个也没错 也没错 就是看个人 嗯 平滑度是 就相当于 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平滑度的话 你即便画的一条线很直画下来 即便你这样画一条线下来 你就会变成这样 你看我把平滑度关 啊 这这我也画的很直 但是就是会影响这一个 就是会影响就是你画的时候 他会不经意的抖动 这就是平滑 不然线稿定了以后 线稿不能改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画了 因为呃 在我们就是造型能力还不是很强的时候 线稿是会出现很容易出错的 如果线稿不能改的话 那到后面上色的话 就会一直错下去 所以说呃 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画完二分以后 如果你发现你的 比如说这些这些问题 就是出出现了这些问题 行行的问题 呃出现了行的问题以后 你就呃大不了 这就像就像我这样 再重新把它整理以后 再重新勾一遍线稿 然后再上色 只能是这样 如果你是线稿固定死以后 就不改了的那种画法的话 就我建议就是 就是你画好线稿以后 然后二分二分完了 因为二分完了之后 你人人人的观感啊 他其实是行准不准光靠线 就是我们如果在新手的时候 我们是呃很难感觉出来的 我们需要通过面才能感知到呃 这个行对不对或者这个这个圆 我画的对不对圆不圆 呃是是加了这个二分以后 有了大调以后 我们才能够明确的去感知的 就很容易就能感知出来 这个时候你再调整 就比方说你就直接画 直接调整 然后调整好之后 再重新勾一遍正确的线稿 然后再继续上色 就可以呃就多一个步骤 这样就能够呃 如果是你不改线稿的情况下 就这样画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在就是画的还不够好的时候 难免会出错嘛 对不对 那自己都看出来错误了 那不改的话就有点问题 就现在就是呃 现在最大问题就是有一个透视问题 就是人体问题还勉强 像人体到这里的话 刚才这边少了少了一部分 嗯大概就是差不多这样 那像这里的话 现在糊在一起了嘛 他你现在这里有个转折 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把这边把这边提亮 提亮一点 对吧 因为他的暗部吧 他你再提亮一点 是一个反光 是完全合理的 就画画的时候呃 可以多想一下呃 你既然学过树苗的话 就可以多想一下那些基本的关系 呃 也不用太过于的公式化 就呃就 你你懂我说公式化的意思吧 就是呃 你看了别人的话 就是这里一定是这样就这样 就是呃 是不是 就不一定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来 如果 如果你确定是这种画法的话 那就是 是不是 就 就 就没有关系 对 差不多就这样吧 对啊 就就公式呢是呃 对于那种一点不会画的人 呃 呃 或者是说呃 有一些特殊的地方 他确实是需要这样去做 但是 对于呃 一个已经 绘画画的人的话 就可以去 改变那些一些形式 就呃 更加的根据一些 固有的一些 只能说是现实物理的那个 那个吧 对不对 嗯 好 加油 我觉得画的蛮好的 很可爱的人物画的 比我画的人物可爱一点 呵呵呵 呵呵 哈哈